2020年 今年真的是多事之秋的一年 今年發生了許多事 但總算過了一半了 在2020年的年終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用看流星雨 來解一下今年的憂愁吧 有沒有覺得好像每一年 從頭到尾都有流星的資訊呢? 其實這也是對的 流星雨其實就是一年到頭都會有的 從一月的象限移座 七月的陰仙座 到十二月的雙子座 這三個流星雨 都是目前最大的三個流星雨 也在每年固定這時候 他們就會固定的報導喔 所以其實每年的陰仙座流星雨 大概都是從七月十七號 到八月二十四號的時候會出現 不過其中會有一個最大期 每年的預估值都會有一些些的略略的變動 大概都是在每小時一百顆左右的程度 2020年的陰仙座流星雨的狀況呢? 今年2020年的陰仙座流星雨 最大期會落在八月十三號的清晨 四點到五點左右的時刻 今年和往年的預估值差不多 最多都在ZHR一百顆左右的程度 什麼是ZHR呢? 其實ZHR的意思就是 如果天氣的透明度非常佳的時候 並且沒有任何的光害 沒有大氣而勞動的狀況下 你肉眼可以看到六等星的程度的狀況下 你可以看到最多的流星 這個我們稱為ZHR 簡單來說就是在完美的狀況下 你可以看到最多的流星的數目 所以當ZHR等於一百左右的狀況下 實際上你可以看到流星的數量 大概在二十到四十顆每小時 就很不錯了 不過今年的狀況可以說是特別的良好 往年通常會遇到月亮 今年8月12號時剛好是下閑夜 所以今年的上半夜的觀測條件 應該可以算是非常良好的狀況 渴望可以在上半夜看到更多的流星喔 流星雨到底要在哪裡看呢? 很多人都會問說 為什麼我看不到流星雨呢? 其實很多文章都會推薦你說 你只要到空曠一點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流星雨了 這種說法其實可以算是對 也可以算是不對 基本上如果你想要看到非常多的流星的話 你還是需要找到天氣透明度很良好的地方 滿天銀河的地方 你才可以看到最多的流星 還記得有一次的獅子座流星雨的時候 我和我的同學到了高山上 那一晚我們看了數千顆以上的流星 可以稱為是流星報 當時我們有另外一個同學 在城市中的操場 他說他看了數百顆的流星 那個就是差別囉 我們在那裡看的大流星 在城市中的操場就是小流星了 這個就是空氣的透明度跟環境的差異 所以如果你要問我在哪邊可以看到最多的流星呢? 我會回答你 你在哪裡可以看到最多的星星 那裡就可以看到最多的流星 所以選擇環境還是非常的重要的 如何拍攝流星雨呢? 如果你想拍一張你自己有的流星雨 你需要什麼東西呢? 其實非常的簡單 你只需要一台可以長時間曝光的數位相機 並且需要一個腳架 然後呢你只要將你的相機朝向你要拍攝的天空 長時間曝光就可以了 當然你會問說 那我要拍攝哪一個方向呢? 這時候就是讀運氣的時候了 如果運氣好的時候 流星就會劃過你拍攝的天空 這時候你就可以拍下流星了 如果運氣不好的狀況下 你會發現 你拍攝哪一邊 哪一邊就沒有流星 你拍攝東邊 流星從西邊劃過去 有時候拍攝天文就是這樣子 常常跟你作怪 而需要拍攝多久的時間呢? 曝光時間的長短 可以看你所需要的畫面做選擇 曝光的時間如果很長的話 就容易出現星軌的狀況下 星星就會呈現一個軌道的樣子 這時候就會拍攝出帶有星軌的流星 如果曝光時間短 星星就會成為點狀 下面出來就比較像是我們看到的星空 但是時間短的話 拍攝流星的機會 也比較低一些些 不知道你對拍攝流星有興趣嗎? 如果有興趣 在這一次流星雨的時候 不妨拿著你的相機來拍攝流星吧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頻道 請記得訂閱跟分享我們喔 我們下次見 有機會一起去看流星吧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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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